... 鳥姐好了沒啊 好了好了 馬上好了 不然我們會遲到的喔 好 好帥喔 哎呀 好帥喔 哎呦 你這個小禮服很漂亮 小公主喔 對啊 我覺得我們兩個有登隊喔 蛤 你怎麼說 我們有朋友要結婚 要請我們去當男女兵相 怎麼樣 你看這個這樣穿 你看你看 什麼 沒有一個年紀大 沒有一個小廚 你看一下 你若無了啦 這樣卸這樣才酷啊 我跟你講 我們的朋友結婚 好羨慕喔 他們要去拍那個結婚攝影 那個 還在歐洲城堡裡面 還有那個乾冰 跟真的一樣 好漂亮 不過後來我看你很可憐 那個 那個 那個新娘這樣抹那麼厚的粉 然後 大熱天裡面還要出外景 還要在那個草原上漫步 跑來跑去好可憐喔 是 拍結婚照本來很可憐 對啊 可是這樣 又叫起來羨慕 又覺得很可憐 怎麼辦呢 好啦 你趕快去把衣服穿好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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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唉唷 就是這個人喔 把他後面站起來 你帶到我 啊 名牌啊 名牌要給人家開刀啊 帶到我這樣穿 還要把那個 戴那個摩托鏡 到上面那個 那個Ribon的那個牌子 要留著 好啦好啦 我去把它剪掉 啊 妳要嫁喔 我養女終於要嫁 現在有男朋友啊 沒有啦 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妳今天要這樣幹嘛 我要去做女賓相啊 來啊 做女賓相 妳想不想拍結婚照 想啊 想喔 對 不過聽說很貴耶 我給妳介紹這個 來這邊 看這邊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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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陳天浩 你知道嗎 妳有想要拍嗎 想啊 要問什麼 什麼事要問一下 來 陳先生 現在年輕人賺錢不容易 可是拍照不是很貴嗎 應該不會吧 不會啊 我們有能力嗎 當然有能力啊 譬如說 妳現在一個心得可能是 三萬到六萬吧 沒那麼久 沒那麼久 我現在講的是普遍普遍普遍 普遍大眾 三萬到六萬 對 拍個幾萬照也差不多三萬到六萬 一個月 差不多 一個月 一個月 差不多 不過像他這樣子 這個 費用的話 這麼多的年輕人 不過他像他心得二三十萬的話 也可以拍啊 那 那我去搶啊 還太少了是不是 來 但是呢 你像他這樣子長得很漂亮 但是例外 有一些人呢 這個長得不怎麼樣的人 那你怎麼樣讓他拍起來 覺得是說 他很漂亮 然後幸福感很強 事實上這個也蠻容易的 對 我想在拍照的時候 絕對不是一個人拍嘛 嗯 那兩個人拍照呢 他一定會有 互相的鼓勵作用 對 男方鼓勵女方 女方鼓勵男方 都是一種互相的搭配 事實上結婚是為了什麼 對 組織一個快樂的小家庭嘛 嗯 所以拍這個結婚照是做什麼 做一個永久的紀念嘛 嗯 不管他長得漂亮不漂亮 先生看老婆永遠都是漂亮 對 當然美容師的化妝也蠻重要的 美容師的造型還有攝影師的角度也蠻重要的 胖的拍是瘦的 瘦的拍得稍微胖一點 有皺紋的拍得沒皺紋 嗯 有青春的拍得沒青春的 這都蠻容易的 可是你拍起來的時候 反正就是他們是情人眼中出西施 也不然看不出來 對方真的是不 哈哈哈哈 那個不好看 沒有那麼嚴重啦 事實上 經過化妝以後 幾乎每一個都看起來都是蠻漂亮的 OK 那你已經拍攝有 21年 21年了 我知道你是第一個創這個拍 戶外的是不是 對 差不多在20年前 我那時候記得還在台北的新公園旁邊 那時候我就打一個廣告口號叫 只要39步 所以這個廣告出來以後 大家就覺得很好奇 什麼叫39步 因為剛好從我們公司走到台北公園 真的走是39步 在那酸麵湯的隔壁 那我就打出這個口號以後呢 就讓所有的客人提前來拍照 那當時的結論照沒有人在戶外拍照 所以我就想一個觀念 你可以提前拍照 所以從戶外攝影跟提前拍照是兩個結合在一起 不過你說這個提前拍照 我想到就是說 很多這種台灣人以前的觀念是說 新娘不能穿兩次白紗嗎 這個有誤 照理講是應該投紗不能戴兩次 不是衣服不能穿 因為你要去試穿衣服你一定會穿嘛 其實投紗不能戴兩次 代表說會離婚 對 會在叫 那後來我就想個方法 那這個所有提前拍照的人都是 投紗是改變 用鮮花 投紗上頭髮以後呢 投紗不是放在這裡 是放到後面 鋪下來 結果鋪下來以後呢 你拍照的時候 你不要把它往前拉 就像這樣子 就像這樣子 投紗拉到後面去 這個是好像明明人來做模特兒 是真的結婚 真的結婚 已經有九年了 不過所以你的感覺是 所以他以後就不會有 他就不會比較 慢慢還是要穿衣服 而且我們有做一個 很好一個調查就是 客人如何讓他提前拍照 讓他化妝免會 拍照的時候化妝不要錢 他一聽到不要錢 占到一點小便宜嘛 所以就慢慢的一個引導 從一百個裡面有一個接受 到一百個有五個 後來我當了工會的理事長 我就把這個普及化了 你知道那時候拍照很可憐 二十年前 所有都是在禮拜六禮拜天拍 因為都是那兩天好日子 那禮拜一到禮拜五通通沒有拍照 那大家都擠到禮拜五禮拜天 去那邊拍照的時候 攝影館全部客滿 所以每一個都是這樣子 走到這邊是一個回廊拍一下 到這邊馬車拍一下 到這邊一個警拍一下 然後就照這個輪流轉一圈 回去了半個鐘頭 那你到現在為止拍過多少人 以我們公司來講大概拍幾萬吧 幾萬 幾萬隊了是吧 對幾萬隊 那你自己拍幾萬隊以後 我不是 我自己沒拍那麼多 那你現在有沒有辦法說 一拍這一隊 那你就知道說他們大概會多久 這個 十之八九可以看得出來 十之八九可以看得出來 怎麼看怎麼看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 譬如說新娘子在化妝 先生呢可能就不理他 在他旁邊看電視 然後化妝一個半鐘頭裡面 他從來沒有問過說 欸 化怎麼樣 欸 這樣很漂亮 這一看就是 還是有小小的問題 譬如說是大男人主義啦 或是他認為拍照根本是沒有必要的啦 或是他認為說 唉 沒生氣了 所以這個不久就對了 對對對 這個不一定是不久 可是從這是一個 先一個小動作先看起 如果他一直來看啊 你在弄得很漂亮 然後跟美容師說 謝謝你喔 謝謝你幫我老婆弄得很好喔 那個化妝的事也 化妝師也很開心 然後呢 新娘子也會很快樂 然後呢他自己的表現 一定會有那種很精緻的風度 這樣子的照片拍得也很好 我可以看到他們 大概維持十年以上沒問題 在接著他還有很多啦 然後拍照的過程裡面 從他們的牽手啦 還有攝影師 這樣做為親密動作啦 他可能是 非常地輕易地去做這件事情的話 可以看到他們以後 真的可以維持很久 那這一張呢 這一張呢 一輩子 一輩子嗎 真的嗎 從哪裡看得出來 當然我不是以照片來看 我是說因為這是我爸拍的 超級太跟夏靈靈 他們之間的感情真的是 有他的生命的歷程一種 一種一種側誤 我想我想應該 我不敢講十之八九 可是我想應該 應該是一輩子吧 很貴 偷親他一下 OK 我知道你拍過很多名人 等一下我來跟你談談名人 還有一些比較特殊的喔 就是 奇異的動作 我看那邊好像有一張奇異的動作 來 這個 這個人 到底是誰呢 他為什麼會 裝出這樣子一個奇怪的主題 這個有魚嘴 對不對 這是誰啊 這是 蠻有名的一位明星叫 台字眼 跟他拍的叫西耀琪 小潭就對了 對 來 就是這個 是吧 對 好來 他有做過什麼怪呢 他 我想他本身就是一個 蠻有才華的一個 一個演員 所以他拍照的時候 他就希望不要講究那種 太過於誠 好像比較誠實的做法 他不要 也不要公式化 所以他說 我們可不可以創新一下 所以這裡面我就創新了幾種新的拍馬 譬如說他穿短褲 穿短褲來拍照呢 是比較大膽一點 像這個 我也不曉得他裡面穿一個紅色內褲 所以他太太就把它拉下來了 那我想這個是一個 我們這裡比較翻你的一種照片 事實上可以代表他本身就是一個很可愛的 比較有才華 你有跟他講過說可以來這裡獻寶嗎 我沒有講過 沒有講沒有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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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像這一張來講的話 他就是藍扮女裝 再給他老婆 對對對 然後他老婆也變成一個 Gentleman 他有沒有吵起架來的 吵架的嗎 對 好像像這個 特別做一個小動作的 那這應該不算是吵架的吧 那哪一種是 喜怒哀樂是不是 喜怒哀樂 有沒有說呼吸可能會發生吵架的 我來看看 像這個 譬如說吵架啦 他憋著嘴啦 然後他好了 像這個是一張底片拍兩次 所以他們還是 對婚姻的生活 還是有一些 比較平時的認識就對了 不是完全好的 喔 這就是他希望 我要生這麼多小孩 他老婆說 是嗎 不太可能 真的一個感覺 這個可以到養豬學會去 到養豬學會 有可能是這麼多呢 那這個呢 譬如說他很愛錢 他自己形容自己很愛錢 像這樣子的拍花 穿一個不穿長褲的 我以前沒有嘗試過 我拍這個時候可怕 攝影界也沒有人這樣去拍過 是 不過 下面大概不要再現了 我已經看到裡面是有 有精彩的 對 不過我現在要問你就是 有沒有 有沒有人是專門這種 在拍攝的時候 他是故意去拍裸照 有 有嗎 還是不多 我拍了20年來 大概只有一兩位而已 一兩位 對 但是怎麼樣 我想拍攝的時候是 有一對是在台中的時候拍的 那是他們利用結婚完以後 那一天去洞房的時候 他們想要拍這樣的照片 事先就已經約好了 那另外一對是提前拍 在我們攝影棚裡面拍 當然拍這樣的照片只是 就是 女方的身材 新娘身材很好 她想現這樣的感覺 然後 她現在也能夠互合她 當然兩個在上面 並沒有做那樣的事情 可就是有那樣的動作啦 有那個姿勢出來 有那個姿勢出來 有那種姿勢 大概受到電影的影響也滿大的吧 他們年輕人的 可能父母的都在國外吧 他們覺得可以這樣自己玩 有拍到SM的嗎 SM OK 還有什麼一些比較稀奇古怪 不是說上山啊 下海啦 這樣子 剛才講的戶外 上山下海這樣子 事實上我們常常在拍這種照片 就是客人去拍戶外照片 那我們就指定要到 譬如說到墾丁 到益山 到荷環山 然後這樣拍一套下來有 現在很多人流行這樣子拍 車子一開就三天五月 就這樣拍回來 然後你們就要跟著去這樣子 那當然要這樣子 可是這樣的費用當然是滿高的 對 所以說到費用 我就特別想到就是說 是不是 過去我想 全世界各國好像只有台灣 密度是最高的是不是 目前是這種婚紗攝影 結紋照來講 全世界的結紋照 可能是台灣拍得最好 但是也密度最高 也是最多 全台灣的照相館 大概有三四千家 然後呢 光是在台北市的一個中山別路 大概有七十家左右 在愛國東路大概有三十家 不過我看你們越拍越豪華 還有這種歐洲的這種 城堡 城堡式的 是是是 像這樣子 我花了幾年時間去設計 買了土地去把它蓋起來 然後讓客人住在這裡面 有游泳池 還有八個房間 也可以在這邊度假 然後在這裡拍照呢 非常的relax 是 一天二十小 從晚上八點住進來 他可以在裡面做休閒的活動 唱歌啦 KTV啦 游泳啦 什麼都可以 晚上呢吃個宵夜就睡覺 第二天早上八點 我們就morning call 早餐送到房間 然後就八點半就開始化妝 十點就開始拍照 拍到十二點就好好的享受一下午餐 我們裡面有餐廳 完了以後呢繼續睡個午覺 然後再繼續拍 拍到下午六點完結束以後呢 照片就馬上就可以看得到 你當時拍結婚照的時候 你是怎麼拍的 文明是很簡單啦 沒有像 有沒有拍十張 有 二十張有沒有 有啦 那你不算老啦 我說老一輩輩人 老一輩輩人大部分差不多 你知道黑白照片是從1945年到1975年中間是黑白滿流行 而且用彩繪的 從1975到1985這一段時間是一種非常大的改革時間 從四年拍照延伸到戶外 從戶外拍照提前到到一個月兩個月來拍照 甚至這個拍照裡面有很多的姿勢 穿不同的禮服 而且有變化 從1985年以後整個市場就完全改變了 這時候整個歐洲 美國 日本 全部都到台灣來學習 真的是到台灣來學習 那你這樣子會不會 就是說像你用這種歐洲式的這種城堡 然後來吸引年輕人去拍 是不是製造一種現代版的這種公主跟王子的這種美夢 可是沒有辦法保證他們永久 沒有辦法吧 那我們戴安娜王輝也沒有永久 事實上這是一個 我覺得是拍結婚照是一個夢 這個夢我們只是把它完成 在完成以後呢他們能夠維持多久呢 我覺得夫妻之間要靠兩個互相的努力 互相的體戀 沒有那種 拍離婚照沒有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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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人在拍離婚照 我是說有沒有那種 可是這個是一個好的idea喔 可以先來看 離婚照拍離婚照 等到你有告訴我誰要拍離婚照 你再告訴我 我來嘗試看看 有沒有那種是 你們拍的拍照我講得明白一點 就是人家的小老婆 有 然後跟她 非常多 非常多 尤其我拍的很多 因為要找我拍可能要花錢多一點 我的價錢比較貴 所以這些 人家會不會告訴你說這是小老婆 你也會不曉得她 唉唷 看也看得出來 怎麼看呢 他後面有拿個結婚證書告訴你 那像餘婦你好了 你像看 你 譬如說你看得像32歲對不對 我不知道你11年以後 就是你看得像32歲 結果你今天找一個22歲來 怎麼想也知道說 你們絕對不可能是 那有Key的就對了 那original的嘛 那有可能是人家也是 再婚啊 或是怎麼樣 這個 一樣可以 事實上很open的 這個是彈得出來的 事實上我請問你以前 拍小老婆 他們就是覺得他們自己很不好嗎 也不是 也不會 我覺得他們都很自在 他們都很自在 我覺得他們都很自在 他們會覺得偷偷摸摸不會 我覺得這個社會裡面 本身就是一個很不正常的社會 你不覺得嗎 不然你怎麼可以畫出那麼多 是 不過我在講的是 我在講的是好像一個姓王的 跟一個姓 OK 我們還有 不曉得有沒有那種說 已經結婚了好幾年 像我所知道的 像吳敦義跟他的太太 不是那種 跟他的太太是好 大概10年20年以後 然後他們兩個再去補 拍結婚照 或者是說 10年20年以後再拍一次的 我們稱為叫結婚照人照 事實上這個蠻多的 有的大部分是10年前 他可能結婚的時候蠻窮的 那經過一番的混鬥以後 現在比較安定 就像男人覺得說 帶了老婆小孩去拍 他是這種成就感 每一年結婚中 你是在做什麼 送一把花 送一顆戒指 或者是說大家去哪裡玩 你也可以改變形態 拍一套家譜留下來 一個中年照留下來 現在已經慢慢很多了 那女性的話是 非常多 大部分女性主動 大部分是太太喜歡拍 老公就說好吧 就這樣 再拍那個結婚照 再拍一次就對了 對 而且還穿新娘禮服 還穿晚禮服 真的啊 那小孩子就當花童 蠻好的 我覺得蠻好的 現在拍的這個照片 已經慢慢在流行 而且流行得非常快 我們稱為叫 讚愛一次 讚愛一次 不過呢 我這裡有一張漫畫呢 這是一對這個夫婦呢 他們去拍完了這個結婚照以後啊 這個新娘跟他講說我們去行腳 這個新娘說不必了啦 你幫我洗腳就好了 對 這個畫得好 為什麼 但是因為 我知道你現在開始在 前一陣子選總統的時候 嗯 你開始拍了很多陳怡良的這個新腳 嗯 我是不是等一下 休息一下 你把那些寶貝獻出來 你拍了很多這個陳怡良整個過程嗎 是不是這樣 拍了203天 喔 203天啊 對 從去年的 9月3號開始 到3月23號 投票那天 漂亮嗎 好了啦 回去工作啦 回去工作 前天啊他下次要拍 我請他說下次要拍 他要我打個折好了 那記得我 打個折 好 我們現在要來談的是 陳怡良的 不一定不談那個婚紗攝影 哇 這一張非常特別 這一張是怎麼樣的一個 對 這個 胡雕的 胡雕 對 這個我幫院長拍形象照的時候 因為要選總統嘛 所以我幫他拍了一系列的照片 那是其中一張他 就坐在 當時他還在監察員還沒離開 然後就坐在那邊看書 然後頭一轉上來 我覺得那個眼神蠻好的 事實上拍照就是一個眼神的問題 你不記得你看這張照片 你從正面看他 他在看你 你走到側面看 他也在看你 你找到另外一個角度看 他也在看你 差不多一個 我們 你看那個國務生中山 那個照片一樣 這個是有一個拍照的角度 我們叫圍絲三度角 就是可以拍到這種 照片看你的時候 那個角度他都在看你 剛好抓到那個 對 就是那一張 就是那樣子 像這個傑文照我也常拍這樣 掛在牆上兩個合照 那個眼睛那個角度 看起來就是 從那個角度在看 他都在看你 所以這邊要寫個 Big Brother Always Watching You 然後像這個浮雕呢 是一種比較新的作法 對 做黑白完以後呢 然後做高反擦 然後就把它 感染到這個通板 再從通板裡面 用手工把它做立體出來 那你為什麼會去找 會去跟這個村里安排 你跟他拍了兩百多天 是什麼 這個也是一個因緣吧 因為在五年前 1991的時候 我就幫他們拍過《全家父》了 當時我幫很多大人物都拍過 可是我覺得 院長真的是很和睦 非常的... 非常的好 拍完以後也沒有架子 還送你到門口 過了一個月以後 他還送我一套茶壺 手工拉片 他太太送來 所以我就覺得 滿感動的 當然那時候 院長早就幸福 我還沒有 我對這個 好像覺得他是騙人的 我覺得是迷信 你那時候是無神論 對...我還是無神論者 對... 到了去年的時候 一二分 很偶然 我朋友送我兩卷錄音帶 是院長的 覺醒的心 另外一點是 學活的心路里程 我當天聽完以後 第二天我就吃素了 最近是沒有了 最近是沒有了 因為選完以後 跟著院長走這個203天 剛好院長要宣佈選總統 我就義務當個義工 幫他全部義務的拍照 這張是怎麼樣 跟他... 這張是... 其實是全島跟他走就對了 全島走那只有18天 事實上他的過程裡面是 選舉要... 每天可能有時候 早上3、4點就出發 到菜市場 去拜訪 然後早上7點去公園 跟老人做體操 可能9點又到另外一個地方 要到媽媽 晚上錄影全部玩 已經收到你1點了 跟著他這樣生活200多天 不過我所知道 是你拍出來的東西 有點太藝術照了 這個他們的陣營裡面 會認為說 要的是新聞照 而不是藝術照 剛開始有這樣子 有這樣子 我剛開始是曾經 他們叫我說不用拍了 我幫他拍了以後 他們跟我講說 陳先生你這個照片 我們不能用 你這個太藝術了 我們要的是大頭照 臉部也很清楚的 我很難過了一陣子 我覺得說這個呢 每天報紙打開 就是有一些記者 都在拍這樣的東西 如果你用這樣的一個訴求 你會跟大家都雷同 所以我當時蠻掙扎了很久 我就用兩種鏡頭 一種是專門拍 他們所需要的 另外一個鏡頭 是專門拍我心裡面所想的 我顧勵到他們 我也顧勵到我自己 所以我這次開的這個攝影展裡面 全部都是我心裡面所想的 不是他們所要的 那這一張聽說是你對他的這個 對 最大的 感動 為什麼呢 像這一張是燕長 行腳到花蓮台東的時候 這個祖母呢 像這個小孩子在一個廟前面 那燕長到那邊 是跟每個人都握手 所以燕長看到這個小孩子 他就蹲下來 我剛好在他旁邊 這是我用黑白紅外線短片拍的 用Leica M6拍的 實際上這張我也沒有對焦去 因為就在他旁邊 我就站著 我就這樣拍了 我連看鏡頭都沒有看 這小孩子看著燕長 燕長的手呢 扶著他的手 一隻手扶著他的頭 我想燕長那時候只是一個 給他喊前程的一個祝福 15秒到20秒 我在估計 完了以後他站起來 因為很多人要跟著燕長握手 他就去跟別人握手了 那小孩子轉過頭來 喊了三個字 成李安 這真的喊出來 真的喊出來 然後我也覺得沒什麼 我小孩子喊他沒有什麼了不起 祖母當場蹲下哭 為什麼哭 小孩子六歲了沒有講過一句話 他是腦性麻痹的小孩 真的啊 後來我就問他祖母說 他怎麼有辦法講這個樣子 而且他知道他叫陳李安 燕長也不知道這個事情 甚至他喊陳李安說 燕長已經在忙著跟別人握手 他也沒聽到 他也沒聽到 我就想他很 前任給他一個祝福 希望他身體好 也許燕長不知道他不會講話 可是祖母告訴我說 他可能常常放在客廳 吃飯都在客廳 電視就在客廳嘛 他可能常常這樣看看看看 去知道 可是我想這個一個緣分 佛教是講究這個緣分 那麼你拍了這個 你跟著這個陳李安去拍了這些行腳以後 是 整個的對你自己的這個攝影作品 或者你的 人生觀 創意有沒有什麼樣的 那相當大的影響 最好 最好我學著燕長一個無私無我的心態 還有用平常心來對待每一樣的事情 就像今天我到這邊來錄影 我也是以平常心來看 我絕對不會愛奉承 然後我也希望把燕長這種心給大眾了解 事實上 店長並不會說因為你是一個很有錢的 或者你是一個完全是一個換複走主 我就幫你插一碗沒有 他對待的人都是一樣的 這是我值得學習 我以前脾氣很不好 跟店長以後我會覺得我改變很多 介紹自己 那我這樣 我現在我所知道就是說 你的事業好像已經有開始在往這個上海 往大陸 往大陸去發展 那那邊的發展現在目前是怎麼樣 差不多台灣五年前到八年前的狀況 我記得我蓋這種城堡的時候 我花了很多心血到大陸去買材料 就跑了二三十趟 當時候的結文照 那邊人民幣大概在一兩百塊 四年前的時候 最近的結文照已經是在兩千塊 人民幣到五千塊人民幣 像是一比三點一嘛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邊的發展非常快 而且那邊人多 結文照還不普及 那把這個市場帶動起來 我覺得這是一種 蠻好的一個挑戰 台灣是太飽和了 台灣結文攝影公司太多了 太多了 所以 這就是你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 就是指的是往上海這個部分 上海 北京 天津 廣州 整個大陸都是有可能的 因為那邊需要很好的技術的一種 而且他們離婚歷應該比較少一點吧 是不是 可能以後你會在台北拍一組人的結婚照 結果發現這個是台商 到那個大陸上又拍了又是另外一個 我懂你的意思了 那你應該可以講說 有一天在台灣拍的是 大陸那邊的人拍了 然後到台灣又娶了台灣的女孩子 有沒有這個可能 不是 我說 好 謝謝你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喂 喂 你招贏 你招贏 嗯 你去哪裡啊 欸 我才在等你呢 我在找你啊 你幹嘛去哪裡啊 他剛剛一天就打工了 蛤 蛤 我在等你 然後我就坐在旁邊我就睡著 我一直等你啊 奇怪 很奇怪 很奇怪 你又在那裡整個店 現在 現在 11點多了啊 有人在那裡參加人 這是結婚典禮嗎 你管我們 我們現在是黑夜結婚典禮 你管我們 你們這些年輕人是在太雙 我們三個看不見 我們高興就好 對 有擺什麼特別姿勢 需要請天昊去拍的嗎 這是咪咪啦 不過我是決定的啦 不管有沒有結婚 我真的 我也要去拍一... 拍什麼 拍一組 拍一組什麼 趁著我還年輕 趁著我還很強壯的時候 留下一組當紀念 這到底一組什麼 一組照片啊 個人寫真啊 你要不要 要不要穿了 好啦 要帶我去喔 要帶我去 你有毛病人家說他結婚 哪有的帶你去幹嘛 個人寫真的啦 來 這位就是灰牆笑 好 好 有 才會 寫 有 想說 這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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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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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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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